大家好,我是小凯 上节课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Upad的一些用法 今天呢,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MetplotNib的学习当中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学习六种基本图形的快速的画法 今天我们来先讲一下散点图的绘法 什么是散点图呢? 散点图呢,它是有一组不连接的点完成的一种图形 它是主要是显示两组数据的值 然后每个点的坐标位置是对应的变量的值决定的 主要目的呢,是用来观察两种变量的相关性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我们摆对一下散点图 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全都是散点图 然后我们点开一个进去看一下 这个图形呢,它的横坐标是年 它的重坐标是回报率 大家可以看到随着年份的增多 它的回报率也是倾向于增长的 也就是说总体上来看 你持有一项资产的时间越长 它的回报率倾向于会越高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python里面 用metplotlib是如何实现散点图的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身高和体重的散点图 在这里我已经写好了四行代码 然后这里有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呢是身高height 第二组数据是体重weight 现在我们想画出这两组数据的散点图 然后我们用python的魔法函数 run来运行这个脚本文件 可以看到这个图就已经画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future warning 大家不用担心 这是metplotlib现在的一个bug 作者正在试图修复这个bug 但是这个对我们的程序并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说大家忽略它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当中height它是作为x坐标 然后weight是作为y轴坐标 因为它的旋律是正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两个变量是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散点图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研究两个变量的相关性 相关性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正相关 第二种是负相关 还有不相关 我在这里把这三种情况都演示一遍 我们把这个脚本文件删掉重新写 这里我们用1000个样本 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 在这里我们随机生成了x和y 因为x和y都是随机生成的 所以可以期望它们画出来肯定是一个不相关的图形 好这是我们画出来的xy的三件图 可以看到这个图形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判断x和y是没有明显相关性的 然后我们再举一个正相关的例子 由于y是用x生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x和y会有很强烈的正相关性 好从这个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形是向右上方倾斜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x和y有很强烈的正相关性 那如果想要让它变成负相关性呢 我们只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负号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这个图形是向右上方倾斜的 所以说x和y有很强烈的负相关性 就是通过三点图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两种变量的相关性 下面呢我来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 让大家感受一下实际的应用 在这里呢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股票价格的涨幅 有的朋友啊可能会炒股 炒股的时候呢喜欢追涨沙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明两天的股票涨幅 是不是会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这里呢我还是用最具有代表性的上证宗旨来举例 首先我们先取得open和close 也就是每天的开盘价和输盘价 然后我们再求得每天的价格变化幅度 也就是用输盘价卷去开盘价 我们先运行试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欠记有多少个 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有242天 那么我们来如何画出前一天和后一天涨幅的散点图论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取欠记的前241个 也就是说去掉最后一个值的前241个 然后再取它的后241个 也就是去掉第一个值之后的后241个 然后再画出对应的散点图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画出了前一天和后一天的散点图 这个语法在上节课也讲过了 第一个呢是把最后一个值去掉 第二个呢是把第一个值去掉 这样这两个数字对应的就是前一天和后一天的价格涨幅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它 这就是我们画出的前一天和后一天价格涨幅的散点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前一天和后一天的涨幅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相关系 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前一天涨后一天就很可能涨的这样一个规律 好 这里我们再来讲一下散点图的外观调整 散点图它本身是有很多个参数的 但是用的最多的其实也只有四个 一个是颜色 然后点的大小 还有透明度 还有点的形状 在这里分别都做一下介绍 我们仍然以这个股票图为例 我们先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它是蓝色的点 这是默认的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PYCharm的功能很强大 它直接把备选的参数都给显示出来了 这个S就是点的大小 它默认值呢是20 然后我可以把它改大一点 比如说改到100 然后运行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点就变大了很多 这个S呢 它是面积的意思 它并不是直径 它是面积的意思 也就是说S等于100和S等于10 它们相差的是面积是10倍的关系 如果说你想把它的直径增加10倍的话 那你的面积要增加100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颜色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它的默认值是B 也就是Blue蓝色的意思 我写R也就是Red 可以看到它的图就是变成了红色的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Marker 它的默认呢是O 也就是圆形 那么它的Marker究竟有多少种呢 我们可以去它的官网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下Marker 点进去 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种Marker可以使用 我们用左箭头做一个实验 可以看到它的图就变成了左箭头 如果说你要在一个同一个图中 画上多组数据的话 你可能需要用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形状 来把它们区分开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Alpha 这个Alpha呢就是透明度的意思 比如说我写上0.5 这个Marker我给删掉了 为了让它更明显呢 我把这个面积再加大一点 加到500 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透明度的效果 因为我们把它 调节了透明度 所以可以看到 它有点在重合的地方 它的颜色是会加深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更能直观的感受到 在哪个地方 它的点集中更多 在哪个地方 它的点更少 如果说你把它调成1的话 在这里 在这里你是看不出来哪些点集中的 哪些点不集中 所以说这是透明度的作用 然后我来讲一下今天的作业 作业了跟我讲的例子非常像 也是使用上证指数数据 唯一的不同点呢 是需要你计算最高价和开盘价之间的差值 然后汇出这个差值前后两天的散点图 也就是昨天跟今天的散点图 并且研究它们之间是否有相关性 然后把这四种参数都尝试一点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